是一种堵住 这是佛法上的必然 这是佛法上的必然 是这样的因 这样的果 所以我说有的人在毁谤 我说你当我们历代祖师这些人 多笨蛋 我相信他 如果你认为我讲的净土你不相信 那我们就谈你相信的法 也许你会比我懂 但很多地方是 你连你相信的法都不如我懂 那我相信的净土你却不相信 你要嘛就是你相信的法比我强 我实在不懂 这时候我讲的净土法门 你当然可以不相信 可是我讲你懂的道理 你又没有人家懂 但因此他所说的你总不相信 历代祖师大德 他们笨蛋 他们没修 他们纯粹像你这样理论的 他们印度佛法 西天东土多少教理 最近我就看 与协实地论 我说假如他假的太太会掰了 为什么 太有智慧 你知道我现在突然有天想要讲 这个正果前的十六形象 就是四地十六形 我里面发觉好妙 可是我又不敢随便 我现在不敢随便下承诺 欠太多债了 我想他那种智慧前后通达 绝对不是一般的 你故意要掰都很难掰出一致来 这样没有智慧说不来 你这等人 他的这样的法的抉择 含瓜了你所说的身份法 你为什么对他所建立的东西要异我 我说你要下 你要毁谤 你要下队赌注 你跟着几个那不大懂的人 就下赌注 他讲的对 却不问西天东徒多少历代祖师 这些都实修教理通达的 你却硬要说这一群人有问题 你做生意也不要那么冒险 太危险了 对不对 你要说你又不敢跟人家正面谈 所以我说我现在谈的就是 尽量站在佛法的正常道 没办法反对 好 我们现在回头 那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当我一心不乱的时候 因为我的心含着重法 重善法 有菩提心 有智慧厌离心 有悲心 所以我这时候的心是含着重善法来念佛的 所以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我种下了佛的因 它绝对不是好听 它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照我们现在讲的话 你相信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没问题啊 本来就是 这个心有欢呼心 填补于什么 菩提心 填补于观无常苦空的智慧心 是不是 那说你谈得太高 我没有要求你很高 我说你的路在这里 不是要正果才能往生 但这一条路是这样走法才感应的 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一路上来讲 所以当我的心用这样的心在 就是法界等流 我常讲法界等流 就是法界等流 就是实相 就是真实道理 顺着事件真实道理 这一个法 叫做法界等流 所以我们依这个法界等流 所以我们走的是一场清静的 法界等流 我们会看到什么 三法印 所以我们看到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好 那我们就拿这个道理 世间有没有稳定 没有 诸法乃至我的身心 也都不自在 无常顾苦 苦顾无我 我没有离开三法印 我没有离开 我们离开空无相无愿 没有 所以依佛法 诸果报不虚假 是不是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谈自心信乐 现在这里讲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因为它是一贯的 所以我们要讲一心不乱 为何能一心不乱 因为信乐 信乐是因 所以信乐为因 所以不乱 信乐到极致 叫自心 就已经没有好插进来了 所以信乐里面有抉择 有亲近的抉择 所以它不会乱 任何法 不是我用压的去定 是因为我从智慧里面 所以我一直强调 它其实隐藏了很多 主要关键是智慧而生信 一信生乐 所以这个东西是关键 所以我因为有智慧的信 有坚固的愿 所以任何东西不能动摇我 因此叫做一心不乱 那因为我有这样的坚固的信愿 一心不乱 所以我怎么颠倒 我不会颠倒 我坚固 不至于被颠倒 颠倒重点在哪里是愚痴吗 所以一心不乱 是不是隐藏智慧 颠倒是不是被烦恼所动摇 是不是愚痴 叫颠倒 所以如果我带的是一个清净的自信信乐 我是一心不乱 我是心不颠倒 我们讲 如露禅定 心不贪念 意不颠倒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心为什么不贪念 我用一个简单的 你拿到蛋糕会不会贪念流混 那不是道理很清楚吗 谁去贪念 所以一个人不能真实懂的时候 他会不会颠倒 他会不会贪念 贪念再怎么样 你肯定吗 那你为什么肯定 因为你的厌离不彻底 为什么厌离不彻底 没智慧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味的在祈求 心不贪念 意不颠倒 你要给他原因 活绝对帮你 但你也让他帮你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味求 但就不知道 你如果希望身体健康 你就不要再吃不好的东西 那不是一条路的吗 好 所以这里面要谈的 其实很多 这前后有紧密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能看到 它的因果关系 所以你发觉 你为什么会一心不乱 法尔如是 你为什么心不颠倒 法尔如是 为什么称为法尔如是 叫如是因 如是果 所以我这里面 没有另外一丝 投机取消 我的不颠倒 就不颠倒 为什么 想颠倒缘 没有颠倒因 颠倒法 颠倒缘 颠倒果 没有 懂吗 所以我这条修行路 就是要把那一个 可能的颠倒去除 我要一心不乱 不要只求一心不乱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念佛不要求一心不乱 求一心不乱会乱 你本来念佛就在一心不乱 不要再另外再贪求 你贪求不叫念佛 念佛就念佛 哪还要求一心不乱 你当初发现就一心不乱了 这个你知我知不用再讲 你应该在一心不乱的心 已经确定了 所以你就一心念佛 这当中你应该观察是为何乱 贪求一心不乱 那叫妄想 所以有人就是因为现在都模糊掉了 就一直抓着声音 不知道声音互以什么意义 一直求一心不乱 却不知道为何乱 这都背离了修学佛法的正常道 所以下手处有问题不是吗 我觉得就是说 难道念佛法门讲得那么殊胜 有时候我就讲 那你做给我看 有人问说 那你做给我看 我就直接讲我没做到 但你说可以 你要证明给我看 我没有说我可以 其实我是一种反问 当很多人就只要你自信心的 我说我一直 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个自信 我现在很现实 你那句话我入佛门的时候就会了 但怎么个自信心的 如何达到自信心的这个果 你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因 所以我现在不是往元旗上看吗 自信心的因而才能自信心的 他有因才会自信 所以我们才会跟你讲 你必须要从这里走 你才能自信心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他讲说 瑟利佛我见势力故所此言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所以这个我见势力 还是见什么 智慧 玻璃跟钻石你要哪一个 要你能分别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 如果玻璃跟钻石放在一块 你往往会挑到玻璃 因为现在做出来玻璃很漂亮 你搞不懂 你没能力 你不试货 所以我见势力 只要你能见得了力 你一定发愿 所以为什么我们发愿不坚固 还没见 见得不彻底 我讲实话就是这样 绝对没有说发愿 我们往生极热的人 一直还在做黄金买卖 神经病 那边那么多 你这边的 那边 你这种九九的 是九九九 什么 九点九 九九九 那种黄金 到那边是 他们随便 他们大概没垃圾堆 我说如果也有垃圾堆 他的那个九九 你那道边都 丢到垃圾堆的那些章 所以我说这一条路里面 我们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透过这几天来讲 就是阿弥陀经 我念了不知道多少遍 我们也花了多少遍 但我们从来不看他的缘起 看他的虚实 尤其听了 你会有点难堪 但难堪 好好开始 这条路才不会奇怪 及早知道难堪 还有得救 还有得救 好我们再看 涉利佛 如果经测赞叹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东方亦有阿处皮佛 虚弥相佛 大虚弥佛 虚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横河杀树诸佛 各与其果 出广长舌相 辩护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你们有没有稍微 我们都这样念过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就念一个就好了 后面那个 你们自己一样的 如我经测 我现在赞叹阿弥陀佛 我现在就找背书的 多少背书呢 光东方 光东东方就有 如是等横河杀树诸佛 各与其果 多少人赞叹 东西南北各方 它代表什么 共许 共许法 为什么 所以它是男性 但这里面有一个可以性 因为你发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是十方诸佛 共许 所以这是关键 很有意思 这里面其实很多人没有 不是很多人 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讲 我看了我蛮欢喜就是了 因为它是 我今天为什么到极乐世界 是以智慧而求藏水活血 为圆满菩提 是这样的兴趣 这样的发心 藏水活血 绝对是十方共许 发菩提心 绝对是十方共许 行菩萨道 依大悲行菩萨道 是十方诸佛共许 这样你就找到 为什么它都共许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抽掉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许了 所以我这里就有自己写一个 我说我们接着一起谈 大家 设立佛 余如意云合 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乎念经 所以那个经不是那本文字 是这样告诉你 有一个很殊胜修道成就圆满 一意云以阿弥陀发愿成就的净土可以圆满你的道业 远离诸苦成就道业 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思想 这叫金 这一份价值就是金 这一份的抉择就是金 所以我非常讲说 当我懂得观察 还一切像 就是希望 若见诸相 则见如来 这就是金刚经了 这一份原则精神智慧就是金刚经 这一份有这么净土能成就我的菩提心不退转 能远离诸苦无重苦的这样的指示 就是阿弥陀经 告诉你当发愿去那边 这就是这部经 你只要掌握这个就是横死在念阿弥陀经 你天天念跟他不认识 没有 所以当你能了解这个经典的道理 升起这个强烈的什么 信愿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人家讲阿弥陀经 你一定要去 一定 拜托 你一定要去 我跟你跪 拜托 你说加纳太离谱了 没有 你们当父母不是拜托小孩子 你吃 吃完了再给你带你去玩 你不就是这样霸解的吗 你爱他爱得这样真实 你爱护众生也当如此 你一定要去 拜托 你这里太苦你不要笨了 哪有笨到那种程度 是不是这样 苦口薄信 务必让你离苦得了 办理来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往生论不是讲说 为众生发愿求生清楚 他希望众生去 他是带着这个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清净心 这就是阿弥陀经 原来他要你延续菩提心 要你能藏水佛学 圆满菩提到的这份本质 在你懦弱的环境里面 你千万不要退失信心 你不要 我知道你的道心 犹如小孩子一般 但千万我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方向 你虽然还不成熟 但务必对自己的道业 要有这份坚固的信愿 我告诉你 你到那边就可以守住了 为什么 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现在这样讲就很现实了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理解都用这种角度 因为我尽量不要让他奇怪了 我去那边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有的人 你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 因为怎么样 藏水佛学不是改造你 我直接这样回答 我藏水佛学哪里错 你说看看 所以我一开始我会讲说 如果现在高雄有活在说法 我也不讲我也去了 那你见到活在说法你都去 那为什么有净土你不去 简单来讲你不信 或者应该你也会去 那你不信有理由吗 你不要盲目不信 其实我往生净土就好像高雄有活 我们要去见活 就是这样的心情 那不是很简单吗 你为什么那么怀疑了 那你认为只有释迦牟尼佛 没有其他活吗 那众生可成活不就被你打垮了 众生如果可成活 绝对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 你要承认众生可以成活 那就不会只有释迦牟尼佛 你如果认为只有释迦牟尼佛 那你一定认为众生不会成活 你挑一遍 他没办法挑 所以我左思右想 我们信运行 真的信 所以这里面也讲说 我这里讲 你看他就这样 设立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是经受持者 即闻诸佛名则 是诸善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忽念 皆得不退转于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故舍利佛 如等皆当信受 我与其诸佛所说 其实佛很为难 因为他最后有一句话 舍利佛最后 当之我以五着恶事 行此难事 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世间说辞 男性之法 甚为甚难 为什么 他们又够蠢了 我现在用白话 我怎么讲都听不懂 当然我没那么有出炉的 但因为我今天太客气 你们就睡着了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讲 如果用时光隧道 回到一千年 你跟他们讲说 我们那时候 我们如果到美国 那有好几千公里 我们坐飞机 你会被抓去砍掉 他会认为 你有哪个可能 你会很憋 明明 明明真的 我坐飞机的 有 我们那时候电脑 还可以一下子 跟很远很远的人通电话 你顺便带一个手机 问题是没讯号 所以你 就是这个 可是没讯号没用 你要认识 就是你对 他们都错 但结果你就被这么一堆人错 气死 我有慈悲 有智慧 所以他讲男性之法 视为甚男的时候 他还很稳定 要我就 当场吐血时 明明有 你怎么说我是疯子 像灰烈杜尖窝 那个电影这样 他正常 结果弄成像疯子一样 所以你回到一千年的时候 你在讲这个男性之法 视为甚男 明明有 明明 我来之前还刚 花梅尔走 我花梅尔才走 时光隧道来到这里 结果碰到你们这一群人 说也说不通 结果他们也很奇怪 他们讲说 突然跑出一个在讲什么 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各都是很理性 而且很 一群人也很理性 他们就讲说 我其实不想怀疑你 可是我实在无法相信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跟净土法门一样 我实际 真的我不想随便诽谤你 但我实在是无法相信 为什么 以活的境界 你很难理解 好 所以我们叫男性之法 是不是就靠养性 不是 男性之法 为什么 光靠养性 养性要有基础 养性有个基础的限量 才能做更大的比量 所以男性之法 不能纯冲 感性的信去走 还是要有依法抉择的智慧 为他垫下更雄厚的 限量基础的时候 你才有比量的能耐 你至少有一丝 你信得过的 你才以此推展 不断的比量 你不断的比量 已经会找到一个 你信得过的限量 如果连限量基础没有 那就我纯粹 完全诈骗集团 因为没有一个可信的 没有一个可信的 所以我们信得过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道理 其实是连接的 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个里面有谈到说 为什么它是 这个里面就一贯的东西 你要信是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 你要信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从这里找到 那为什么是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所以我刚才提到 你要找个理由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理由 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 文事经受持者 文经受持的人 他会怎么样 不接得不退转 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退转是你发了 但不会退 没有怎么不退 没有连退都没得谈 是因为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一直把菩提心 讲成简单 讲成简单 我们比较容易懂 你想不想 不要再沉沦 我想 你想不想知道 沉沦的原因 而远离沉 我要 你觉得众生是不是都跟你一样 是 你想不想度胆 想 这叫菩提心 就这样 最快 最直接 因为你们讲的很多菩提心 太抽象 像我现在生病过 所以我很自然就能感受到 那个生病人的苦 就有一种 所以现在乃至推到其他地方 那个感受力会很直接 乃至发觉这个众生 这样一定很痛 那如果看到他痛比我痛的时候 我就会很不忍 所以我有这样痛 我希望众生能不要痛 我有这样的迷 后来我知道迷失掉愚痴的苦 所以我不要众生愚痴了 就以现实发出一个自觉觉他 自度度人的心 这叫菩提心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具体一点 我这样讲很简单 对不对 你终于会发菩提心了 差很多了 这又是一个大红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欲怯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活道 奸 と 阿阿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结的一个价值 前面我见识力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 这是诸佛所供许 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价值 不退转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其实前面的所有功德都会在这里 这才是我们往生 我们为什么要去的一个 我光文事经受词 我就种下这个坚固不退的种子 何况我去 所以其实这一阿弥陀经 后来它点出了一个最终的归去 所以我就讲说 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这我曾经谈过 我为什么到极乐世界 我是因为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为了顺向这个目的 我发愿往生的 我们净土是一个 圆满菩提的一个方法手段 它的核心归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点你要知道 所以说 这个整个法的核心价值 它不是我们一般想的 就是说 这里好苦我去那边的这个东西 这个当然有它的功能 但你必须要跟它的同样的东西相应 所以我在讲说 活发四十八愿 谁最容易去 发同样类似四十八愿的 最容易去 就是菩提心 四十八愿就是菩提心 心境则国土境 所以维摩洁经里面 说出了净土修行的核心 重要观念 修禅定的菩萨发心 成就禅定 是无量心 就有这样的众生 往到这个净土 所以谈的是法 所以我们今天 净土是什么因缘 你怎么去 就知道净土功德 你心中有多少净土因 就容易去 所以维摩洁经里面 点出这个思想 净土的成就因缘 少善根福德因缘 不能往生 那我们当然要一下具足不容易 但我的意思 我一直在讲 不是一下拉很高 我们做不到 但因不能没有 你要发一个非常清净的菩提心 很不容易 它要很深的智慧 因为菩提心是跟觉相应的 所以随着你内心的觉的程度 你的菩提心的亲近会改变 但我们不奢求一下子 谈得很高的圣意菩提 但菩提心不能没有 那个坚固种子还没萌芽 没关系 但种子不能没有 因为这个我们就能知道 为什么十方诸佛同共赞许 所以我这里讲 若不发菩提心 如何有不退转于阿妞多罗三妙三菩提可言 所以我这里自己写 整体关系 整个念火整体关系是什么 发菩提心欲成佛道 其中最大助缘与守护是什么 莫如藏水佛学 就是我发菩提心 但我如何圆满 我发菩提心要成佛道 但最大的助缘跟守护在哪里 佛旁边 所以依这个藏水佛学 就是佛学 因此发愿求生净土 因为发愿求生净土 就是要藏水佛学 藏水佛学为什么 圆满菩提 一条路一直都没歪 是不是 好 因为就发愿求生净土 清净如来 好 由此菩提心与怨心 尚会十方诸佛本源之心 我家里诸解 这是我自己想的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想 因为我这个菩提心 这个怨心 之所以为十方诸我所 共许而赞叹 因为十方 阿弥陀佛 我极乐净土就是这个 我往生也是这个 十方诸佛也是这个 所以这叫十方诸佛 共许之法 想不赞叹都难 所以为什么你呢 你第一个 这个纯粹性 这是十方诸佛也下保证的 那你有的人就说 凭什么 你怀疑 我说 你会让十方诸佛守护你 其实还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你发菩提心 所以